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看一下直线和虚线的一些动画 我们说到这个直线和虚线 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动画的预览效果 其实这段动画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从开始到结束 有很多我们用过的一些元素 但是直线和虚线怎么样快速去建立 这边暂停一下看到三条线 所以线段的随机性是非常多的 我们自己呢在这边去建一个合成 颜色我们就任意随机的去取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次取一个这种深色的蓝色 所以这个背景 首先你需要一条直线 直线的方法呢用钢笔去画 那么钢笔工具 同时呢是没有任何图层选中 点击第一个点按住shift 点击后边的点 直接画出了一条直线 并且它是一个形状图层 我们先把它的颜色呢修改一下 因为前面的合设中我们看到有白色黄色 所以颜色无关紧要 我们要掌握这个制作的手法 这次是一条白色的线 选状图形展开内容形状 那么针对于线段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填充彻底关闭 因为它是一个线段 你可以去用描边做这种虚线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是用描边的话 你可以描得很宽 很细 那这边第一个线粗一点 你可以说明要到七个像素 很粗的一根线 或者说是五个像素 我们自己呢去尝试 这是一根粗的线 那么有了线段之后呢 动画的事情非常容易 通过修剪路径 选中我们的线段 也就是我们这个内容 通过内容的层级去追加一下修剪路径 看一下形状修剪路径 加到路径上 我们要做的动画呢 就是说从结束的位置开始 移动 让它呢逐渐消失 可以先看一下 当然呢 你可以撤销一下 因为做的时候呢 可以从前向后 或者说从后向前 并且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段 中间的线段 很长过去 然后逐渐消失 按照之前的方式 开始呢设定一下 这边拖动到100 它就完全消失了 因为本身的线段是两个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开启关键帧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100-0反方向去做的 如果把帧对调的话 它是反方向去走 然后这边结束的位置 也要设定一下 那么找一下这个帧的位置 看一下我们这个帧 前面过去后面消失 调一下它的位置 这个地方在调的时候 一定要看可视化的选择 写我们这边的借助 参考一下前面的这个图形 看一下它的关键帧 大概呢你会看到了调整的是两段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结束 这边还调了一个比例 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开始它在前面 结束呢是在后面 这个比例产生了一定的缩放 好的再回到合同中 我们再重新的看一下 你的这个修剪录定 它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是在我们这个形状中 形状这么看的路径 我们要边填充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我们这个路径一中 这样的避免出现一些后续的错误 这时候它是一个整体的形状页 你可以去右键再重命名 比如这个是直线 我们就叫做直线 然后展开 它全部是在一起 然后这边修剪路径展开 那么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起始的这个帧 这边稍微往上拖一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结束 也就是说它从头到尾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从零开始 先把第一个它的关键帧制作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帧数 比如说时针 我们让它全部出现 可以看一下 动画呢就生成了 那这边可以说右键加一下缓动 暂时呢不做其他调整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核心动画 之后呢我们把上面开始也设定一下动画 开启下关键帧 然后到后边结束 设定一下 逐渐的消失 有出现有消失 调一下这个距离 包括加一下这个缓动 那这样呢是第一条直线 并且前面出现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去做锁放 刚刚我们说的 它自身的这个修剪 下边这个变换 可以开启这个比例 解锁一下 同时我们看一下 你需要什么样的缩放 它中心的一个缩放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过 缩放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心点 移动到左侧 这时候缩放的时候 看一下 从左边开始 然后确定好中心点位置之后 我们从开始的地方 这边可以说先调到一定的位置 缩放到100 我们让它从50开始进行缩放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逐渐变长的一个过程 它有一个缩放的过程 我们从33开始 但这个过程可能说有点慢 再拉长一点 好的 这边剩下的就是说继续对线段重复的使用 继续复制一下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就改成虚线 首先我们也看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借助图长自身的位置去移动 也可以借助内容中直线路径的这个位置 那这边展开路径之后 可以看一下它的变换 这边也有这个位置 可以说稍微偏移一点这个位置 那么偏移好之后 这个线段 我们继续的加点随机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层的顺序 时间 首先你移动图层 旋转图层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不要用中心点工具 让我用移动工具 这样它的长短快慢的就有了一定的变化 同时这个时候想加更多的这种随机感 那我们可以展开图层 展开它的这个偏移 找到修剪路径这个参数 我们把这个偏移修改一下 随机感呢就会随机而来 那这边我们调到右边一点 或者说调到左边一点 这是随机的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让它变成虚线 所以展开它的描边选项 加一下虚线 那这个虚线你可以说由10 或者我们改成20 随机感呢就全部出现了 这个是第二条虚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这个合成 这边呢在合成中 它的图层上一定要显示一下 因为本身一个图层中 可以去加多个形状 比如说图形1图形2图形3 你可以放到一起去调这个关键帧 也可以去用图层 那么这边是放到一起的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线 细的直线 虚线 那我们由此呢随机去做 所以这边改成一个虚线 上面改成一个细的直线 但是动画结束的时候都是截然不同 可以看一下 速度是比较快的 然后继续呢 我们把上边的图层 复制一份 这次继续展开它的内容直线 展开它的路径 修剪路径去调一下偏移 这次让它更快一点 同时它的这个描边 我们看一下上边这个参数 我们改一个黄色 确定 展开它的修剪 展开变换 位置呢我们调一下 这个可以说放在上边 靠近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填充 它这个描边可以说再改细一点 这个我们改到4 它会更细一点 当然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注意这地方的偏移 不要说出现单独 没有出现的一些针 然后继续呢 回到它的偏移 修剪路径 那参数呢 都是非常多的 我们自己随机化的去掌控这个参数 然后看一下 这个时候基本上呢 是在一条直线上 只是说位置 还有路径的有点不同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层 去偏移它的时间快慢 这个再往后一点 这个图层呢 在中间一点 随机感呢 就会更多一点 好 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想要的这种结果 可以再把这个调一调 那么虚线呢 就是由此类推 然后前面的这个圆点 就非常的容易了 取消一下隐藏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圆点突然间出现消失 然后到后边的撞击 撞击是五个星 圆点的话非常容易 我们去选择圆形 前面我们也做过多次了 我们就做一个大的 然后就缩放 这边把描边调到20 这次我们有描边的方式 之前我们一直是用轨道遮到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填充的关掉 确定 描边再加大一点 其实这个效果 我们也想到了 通过圆环它的内容 展开它的椭圆 我们把这个变换 它的这个比例 由100到0 0到100去做一下 移动一段时间 直接放大到最大 同时放大了 同时它的这个填充 我们是关闭的 描边的我们调一下 描边有一个宽度 宽度变成零 设定关键帧 前面呢 我们是通过75开始 那么可以看一下 确保那两个帧呢 是在同一个位置 选择我们的这个形状下U键 快速定位一下关键帧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暂时播放看一下 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再调粗一点 颜色呢 我们再次用这个白色 确定 按下S键整体缩放 首先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然后整体去缩放 那这个圈呢 我们就自己呢 去匹配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这边呢 是随机去放了 所以说看到呢 它是稍微偏下一点 你可以选中 再往上一点 往左一点 不同的时间 图场都可以去调它的顺序 出现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圈 然后我们后边呢 需要的五个撞击 那这个圆点 我们看一下 五个圆点的喷发 这个前面呢 我们也做过 这边继续呢 去任意画一个图形 那五个圆点 或者是五个星形 都是完全可以 这次我们用星形来尝试一下 我们星形的话 把这个填充的关掉 把这个描边关掉 然后填充的是开启的 填充采用实色白色 非常漂亮的星形 那么星形呢 是调一下它的内容 多边形 边数 五边形 并且旋转 暂时关闭一下 保证一个比较正的 一个方向 放大一点 然后你需要呢 将它旋转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 形状途层开启下 折叠变换 它才会保留 图层中的这个 适量信息 它才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完整质量 并且呢 折叠变换 形状途层自动是开启的 在我们这个内容中 我们需要呢 去把它用中机器 去复制一下 所以这个多边形的下边 我们选择内容 选择添加中机器 那最佳之后是三颗 展开我们的中机器 展开中机器中 它的这个参数 那位置决定了 它的这个顺序 改成零 旋转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大概需要多少角度 因为我们知道呢 四份的话 它是呢 完全可以说是 出现在四个位置 我们建议不要去调这个位置 它会产生一定的偏移 这边也会发现 你旋转的时候 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去 把它的大小 调到适中来看一下 调到90度 那么这个是三份 然后我们需要呢 四份 或者说五份 四份呢 刚好是一个倾斜的边角 调度调一下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五份 刚好是一个图形 然后通过缩放 可以看一下中间 我们这个比例 在有些时候 你调的时候 你发现 它并没有说 整体去缩放 而是说呢 自己这个图形 去缩放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这个位置 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找到多边形 它自己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呢 没有做过调整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是Y的位置 X的位置 你可以用X这样的 去缩到大和小 看到这种变换的位置 这边我们就调整0 这个是星形 展开下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位置 确定最终的效果 还有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两个改成0 所以之前我们说过 如果说你在下边改成0的话 而在上边自身的去修改的话 它才可以去做这个缩放 所以注意这个错误的出现 这时候你会看到中心到四周 五个星形 五个不同的位置 两种方式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这边再简单的去旋转一下 我们这时候再去缩放 它就会从中心到四周 由小到大 注意看一下前面这个图形 放大之后逐渐的消失 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比例调到100 开启关键帧 前面呢 从0开始 首先有了这个放大的动画 放大的同时 它自己呢 要缩小 那这个时候 调的就是填充 因为本身呢 这个多边形 它呢 是没有这种边缘的控制 我们把它的填充关掉 开启描边 通过描边去控制这个颜色 描边是有描边的宽度和大小 可以看到多个星星 我们也会看到 它的这个大小的控制 逐渐放大缩小的这个动画出现之后 开启关键帧 完成变成0 这种随机改会更多一点 选中我们这个图层 我们一定要按下U键 这个时候这个针呢 是稍微有点乱的 描边宽度结束是0 那前面我们调到一定的参数 单独显示一下这个图层 避免的图层的有点过于偏乱 真是我们离得比较的近 稍微离远一点 看一下这个变化 右键去加一个缓动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 这种效果就更加的漂亮 是通过一个描边进行一个包括 当你把这个图形说到很小的时候 所以非常小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这个元素的时候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点特别的小 我们也可以单独去看一下这个帧数 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手法 你可以选中这个图层看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圆形 而绝非我们刚刚看到五角形 圆形的会更漂亮一点 圆形就通过这个大小 让它自己呢扩大和缩小 刚刚我们是用描边控制的 当然在这个图层 也就是我们这个五角形上 你也可以展开图层 看一下我们这个内容 多边形 多边形自身它的路径我们看到 它没有这个大小 它只有内径和外径 你也可以用这个内径和外径 这边再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形状内容 多边形 内径和外径会控制它的大小 控制它不同的这种形状变化 那么还有一个核心参数 那么这个点控制了它的这个边 你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形状的演变 所以相比圆形它的随机化会更多一点 这边是星形 还可以再做一些随机的旋转 对位置呢做一些微调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圆形的话 圆形自身的只有一个参数大小 更加容易进行控制 星形的会更复杂一点 所以这段动画呢 我们就了解了这个直线 它怎么样的去建立 怎么样的结合虚线 去做一些漂亮的图形动画 的连续